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自己内在的这个能量 这个天赋 就是上天给我们 赐予我们一个最棒的礼物的时候 那我们真的很可惜了 我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管道 让自己通过自己一个 哪怕是很小的一个意愿 但是我愿意就去为大家付出 所以当你所知所学 这个过程当中你经过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原来人生可以这么的美好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还是把自己困住了 因为曾经我也成为他们 而且我觉得现在站在台上 来把自己的这个经历分享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教学相长的一个过程 其实大家相互与学员是共同的一起滋养的 所以学员的回馈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滋养以及祝福 所以就是不断地继续把这份爱传递出去 所以当我在我的人生阶段当中 我这个角色转换的时候就是我从目前我是知名艺人 然后主持人然后慢慢地我接触到了身心灵的这个学习 而我把它体悟到了并实践在我生命当中 而这一份分享传递出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的角色就是一位疗愈师 生命的疗愈师 或者是你们的一位生命的启蒙老师我不知道 他可以是任何的定义 只要我的这份分享 可以得到大家的一份回馈 或是得到大家的一份醒觉 所以我觉得这份礼物就是最美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